华为军团组建成立大会 任正非和平是打出来的 凤凰网科技讯 11月4日上午消息 华为新生社区上传了 没有退路就是胜利之路 军团组建成立大会的视频 视频介绍称 2021年10月29日 华为公司在松山湖园区 举行军团组建成立大会 任正非和公司领导位来自煤矿军团 智慧公路军团 海关和港口军团 智能光伏军团和数据中心能源军团的 300余名僵士壮行 各军团集结完毕 接受公司领导的授旗 整装待发 在公司发展的关键时期 担负起冲锋突围的重任 任正非在现场讲话称 我认为和平是打出来的 我们要用艰苦奋斗 英勇牺牲打出一个未来 30年的和平环境 让任何人都不敢再欺负我们 我们在为自己 也在为国家 为国舍命 日月同光 凤凰涅槃 人天共养 历史会记住你们的 等我们同隐庆功九那一天 于无声处听惊雷 任正非曾表示 军团模式来自 美国互联网公司谷歌 是把基础研究的科学家 技术专家 产品专家 工程专家 销售专家 交付与服务专家 全都汇聚在一个部门 把业务颗粒化 缩短产品进步的周期 在今年3月 华为首次成立煤矿军团 之后华为复制军团模式 进入四个领域数字化 10月11日 华为发文 正式成立海关和港口军团 智慧公路军团 数据中心能源军团 和智能光伏军团